去年的一波 一年有四個案子 就是國土文化的部分 所以在台北市 因為我們的這個案子 是在華航公司旁邊那一塊空地 就是無可關油的起源發源地 就是在南京東路跟 現在的六五飯店 現在那個什麼飯店 那一塊地 美國78年的時候 接架把它標走了 之後就這樣 那時候旁邊是一塊那個停車場 對啊 比如說他已經把它標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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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那個房地 台灣就高漲 對 然後我們的前一個案子是那個 然後他的前一個案子是成功告中 成功告中附近也是有一塊地 然後也是被標註出去了 對 然後因為那個地方 好像不是軍方的地 對他不是軍方的 那就是我們的案子之前還有兩 還有三個 然後四個案子 三個案子成我們的案子卡住 因為我們現在是暫停的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有一系列的一個國土國化的一個 一個名目在進行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名目 就是說 因為很多工部門的管理單位 有很多的土地是閒置 空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被監察院跟立法院質詢說 你丟在那邊是要幹什麼 為什麼不讓他用不用 然後有一些你又不去維護 沒有人力維護 沒有經費維護 就弄得跟鬼屋一樣 然後讓居民都害怕 然後那影響勢容 那也是比較整理 就基於這樣子 他們就出現了這樣一波一波的一個 國土國化的一個部分 然後他們就500坪以下賣 500坪以上飆租 那因為這個地方是1,179坪 所以他已經超過 所以他只能飆租70年這樣子 那所以變成說在這個地方的話 現在你也希望就是說 那你在做這些事情之前 應該要去清查 你已經那麼久沒有在管了 你沒有過老樹 搞不好有一些什麼古蹟啊 那你什麼都不管 就把它全部產品 就交給建商來產品 然後弄個公園 然後再來種樹 本來就有樹 你把它砍掉再找樹來種 就很奇怪啊 對 這樣你才有賺 對 就是 對 可是舊大樹的人 常想說這是怎樣 他本來就在那邊好好的 很漂亮 你為什麼要把它弄死 再去弄一棵樹 然後弄那棵樹還更可笑 還要弄好多根木架把它架住 怕它倒 對 然後他有隨便說 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應該要在文化之前 他要去做這件事情 你要去看有沒有古蹟啊 有沒有老樹應該要被跑成的啊 然後再來就是更重要的是 你要顧及在地居民的需求 你不可以講說像我們的部分的話就是 因為這支作戰局 他們在倦改基金有七百億 將近七百億的融資 所以呢 他是要把這個土地做處分之後 拿到的錢 他要去填那個七百億的洞 可是問題是你七百億不是我們居民造 製造出來的 那為什麼有人 你倦村改建 你會越蓋 越賠錢 還賠那麼多 因為你土地是 整個那個在整個那個 營建的一個過程中 其實土地是最高的成本吧 土地取得 你那個土地你就不用錢啊 為什麼你會蓋到賠錢 而且更何況那些倦村在改建的時候 倦戶都有拿錢出來 那甚至有一些人可能還沒有辦法交屋 那那些錢去哪裡了 上次是因為遠雄集團的案子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內幕出來 包括政治作戰局其實還有幾塊的土地 其實是跟遠雄是有關係的 對 那所以其實那個後面變成說 我們的推測是說 有可能佛房部他有賺啊 他拿了啊 他不跟我們講 他只跟我們講他沒有的部分 對 所以他現在就是說 因為沒有錯佛房部 我們還是要肯定說 他在從一百年到一百零二年 這三年 他們有進行了一個 眷村文化的一個保存的計畫 他們保存的大大型的眷村 有十三處 然後他們後來我才知道說 我去參加過他們的那個 那個成果發表才知道說 哦原來之前他們 他們有清查 可是清查的就是大型的眷村 然後呢 像散戶這種小塊小塊的 這個部分的話 他們就一個處理 可是也很明顯的喔 台中台南跟高雄 他們都有跟在地的市政府 做整體規劃 可是台北市政府沒有 台北市政府是把它拆開來 快一快弄 那理論上 就國產署的角度來講說 以一個那個 眷改土地跟那個 都市計畫的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我們的這個案子 因為我們那個案子 剛好是發生在他們那個 那個什麼研討會之前 所以我們就被拿出來講 他說天國有的將軍啊 我們在做這個啊 就有很多的阻礙啊 然後什麼的 可是國產署那邊就有提到 就說 啊這個很簡單啊 那你們國防部 就把你們在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有的那個管理的土地啊 你就全部攤開來嘛 那就跟台北市政府 坐下來算總照說 這一區需要公園 這一區需要什麼 國民住宅 然後什麼什麼的 就畫一畫 把容積整個統籌處理 去做一個 整個台北市的一個規劃 就解決了啊 對 可是台北市政府 沒做這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我們後來其實 最主要的矛頭是 除了國防部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 台北市政府的作為 因為你根本不打算做這件事情 那 有什麼好處 他不這樣說 有什麼好處 標租案出去之後 有三個人會收到錢 台北市政府 國產署和國防部 政治作戰局 標租出去以後 他們可以拿到錢 你101就是一個最好的愛神 對 他就是租給 他有五十年的使用權 他一年可以大概收益 兩天的經濟感 對 其實他有多的 只是給他這個 會不會給你這個啊 要我在錄音 錄音 對 就是就是因為是這樣 然後大家也知道 空總那一塊那麼大一塊 對 然後因為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從天融資在天母地區 有九萬多坪土地 相當於三甲 四把三甲吧 一與 當時那個士娟老師 三甲也六甲 所以那個整個範圍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概念 後來就有問士娟老師 他就說 差不多就是天母東西路 以北 那一塊 那一大片 有可能 那個面積差不多 九萬多坪 所以呢 我們合理的懷疑 日本人走了之後 政府接收這些制裁 然後呢 就趕快給你們來選 誰要來 比如說像 天母溫泉的那一塊 給台北職業 結果台北職業 後來變成士林職業 是變成士子的宿舍 就把它整個全部拆掉了 然後現在蓋起了靜觀 那一棟十幾層斗的大樓 所以天母地名由來的 那個痕跡完全不見了 而且還在旁邊開了 現在開了一條路喔 所以底下就算有買什麼東西 已經沒有了 我們的志工撿到一塊 日本的磚塊 就是日治時期的紅磚 燒出來的那個紅磚 撿了一塊回來還好 還有撿了一塊 那所以那個痕跡是完全沒有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這個空間的保留 是在換起那個壁死的一個部分 能夠在這個地方重現 然後呢 那在那個什麼 剛剛看到幾個將軍官社也是啊 因為像石爵是第一個 把他的房子賣掉的 因為我搬過去的是民國66年 然後天母大象已經蓋好很久 對 所以其實將軍那時候拿到那些房子 都已經租立掉了啦 他剩下羅將軍 那羅將軍當時定理長的告訴我們 就是說 因為羅將軍他說 政府已經照顧他 國家已經照顧他一輩子了 然後當他走的時候 他希望這個東西要還給國家 就是他住的地方還給國家 然後呢 就還給國家 然後後來因為後來就是 據說是中裁醫想要去拿那塊地 然後結果後來被國防部發現 然後就有訴訟案 常常在2004年到2009年這一段吧 2008年這一段在打官司 然後就延宕了他們處理這塊地的時間 然後好不容易這個官司解決了以後 他們想一想說 終於來要來處理了 然後就一出來就被我們就打下來了 然後我就跟理長講說 對啊注定了啊 他就要留給我們啊 對就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是因為 這塊地他為什麼最後留下來 是因為他沒有機會被斬死 他還沒有機會被攔死 所以他留下來 其他是沒有辦法的 那隨便就是說 就是因為是這樣的情況下 那你所有的國有的土地 透過這樣的方式不斷的私有化 那你公共建設的地怎麼辦 對 那隨便就是說 為什麼就是說 像在這個地方文化其實市政府的作為 應該要出來 你雖然說他是中央 可是問題是旁邊是你的居民 那你還是要去考量到這一些 包括你以後的文化的鮭魚 那你應該要讓居民要參與才對 然後呢 再來我們再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 社區的凝聚力的一個消失 這是很可怕的 文化凋零失去特色 因為我們後來有發現到就是說 在我們在行動的這個過程中 好像很多的天母人他們是很支持的 然後很多的天母人就說 他支持可是沒有好像也沒差 然後後來我們的了解是說 因為大量的建案從80年以後開始進入 那很多老天母人出走 那你建案出來會有新的人搬進來 那新的人移入的時候 他對社區的認同感是沒有的 因為他不了解過去 他只看到現在開始 那所以變成說在這個地方 你要去凝聚一個社區的一個共識是不容易 再加上我們沒有居民的電影的空間 我們沒有居民磨洞空間 所以我們無法凝聚 那我不知道這是故意的還是怎麼樣 不想讓我們團結還是怎麼樣 然後再加上因為現在豪宅的進來 城堡式的建築 然後每一棟都有一個警衛 所以基本上你要去跟人家按門鈴聊天 好像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現在整個天母已經 那種人味已經開始沒有了 其實不只我們 因為後來那天跟鳥慧的先生討論說 歡度那邊也是 很多的新的社區都是一樣的問題 那這樣的問題會造成什麼 你老的在地人不斷地走出去 原來的文化沒有人去記錄的時候 他是不見的 然後那新的人進來 他不會去認同跟愛情這個地方 好啦就算有一些人他會從現在開始認同 可是大部分的人因為他是投資客 他是一個過客心態來這個地方 所以他根本就 方子麥教就算了嘛 他要多好關我什麼事情 所以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隨便就是說 因為當這個東西不見的時候 你說要像我們這樣子 社區人自己出來 在捍衛自己的地方 的力量就開始變弱了 你是擋不住的 你是完全擋不住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後來 擋得很辛苦的原因是這樣 然後呢 所以我們後來的一個形式就是說 觀念革命 唯有改變思維才有力量 這個是我們觀察到說 一切要從教育做起 要讓我們就是打算要開始在社區 辦一些推廣活動 跟學校做一個結合 那我們的一個想法 就從去年辦一個系列講座 我們會是從 第一個系列講座 是從教攝影開始 因為攝影是大家非常有興趣的 你就拿起你的相機 告訴你手機要怎麼拍啊 就可以拍好 那你會拍照的時候 我們就鼓勵說 你去拍拍你們家附近的東西 當你開始拿上一起來的時候 你就開始在觀照你的環境了 然後呢 那我們就會配合就是開始推行就是 那個鳥類的生態 認識鳥類的生態 認識老樹 然後認識老房子 然後你就開始去看 你家有什麼老樹老房子 你有什麼鳥 然後那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建立社區的生態 文史生態資源 你的基礎調查資料 我的整個社區裡面有多少種鳥 有多少種樹 然後有幾間老房子 有哪一些老故事 然後要去訪談要把它留下來 那當有開始社區人 有開始在參加這個的時候 他的認同感會開始去建立 那慢慢的就要透過這個部分 然後跟學校去做一個結合 因為這是鄉主教學的部分 一旦一結合就接軌了 因為我們會發現到整個社區 其實最需要被教育的是誰 你知道嗎?是小孩子 是爸爸媽媽 就是上班族阿公阿嬤這一代 因為阿公阿嬤他們有白色恐怖 所以他們前段他們參與 可是後來看到有一些人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不要亂說喔 那到時候去拿去 那你不要出去 他就跟他的孫子講說 你不要帶人去做的 你就可以拿去拿去 所以你看老人家就叫年輕人 不要出來捍衛 然後年輕人怎麼會出來 然後呢 媽媽們呢 年輕的媽媽們呢 Focus教具都在學校 他進了學校他不會出來 等到小孩放學他才出來 可是他忘了他在社區 其實在社區其實是 孩子跟媽媽的時間是最長的 其實你更要關照的是社區 不是你要在學校 因為學校有老師 你不用一天二十四小時在學校 所以其實是這樣子的一個年齡層的人 他要被慢慢的 一點點的要去做一些調整 因為他會影響他的孩子 那我跟學校結合 學校告訴小孩子我們要怎樣 可是回到家裡怎麼辦? 媽媽跟我說你不要去那個 對 所以你看問題在哪裡 我想大家就很清楚了 那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 關注社區其實是居民的責任 我們才能夠取得發求權 如果你當作這是你的責任 你認為這是政府的事情的話 就很糟糕了 你就是把發求權交給政府了 你只能認命 那所以我們會想到就是說 這個觀念革命必須要開始做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先從我們的社區開始 然後那如果其他的社區 他們也覺得說應該要開始喔 那我覺得整個公民的力量才會怎麼出來 要不然靠我們這些素人團體 我們還要上班 還要賺錢 然後還要來捍衛自己的家裡 好辛苦喔 還要納稅更慘還要納稅 因為他在看你到底有多少人想要 想要站出來 那你的人數不夠的時候呢 他就認為 沒差啦 然後認為你不想要 然後他也認為你不想要 他就不會有自己的作為 不會有自己的作為 他就不會給公務部門壓力 然後公務部門就說 所以變成就是說實際上 大家都會想說 金虎英來 其實錯 是我們自己要出來 不是說政府你要怎樣 因為不能指望他了 因為他無法有任何的作為 現在政府的風向球完全在人民 可是人民不知道他是風向球 我覺得這個是最可悲的地方 然後我是覺得說 這個迷思其實大家要去破除 那我想這個地方是我們整個觀察下來 然後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不管將軍的這塊地 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是覺得這個教育推廣 我們還是要持續去做 因為現在你沒有做以後就不會有 現在開始做 他就會開始一次加分 所以一條很漫長的步似還是要開始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分享